行人走在斑馬線上 白色機車照樣無視 肥俗經過 海岩路逆向 騎上人行道 速度之快 把路人都給嚇了一跳 男子這麼急 就是為了這幾杯飲料 男子手裡還拿著塑膠袋 在人來人往的百貨公司廣場 當場背帶 狼狽坐在地上 旁邊這輛綠牌的機車 竟然就是男子偷來的 海員警發現 莊姓竊錢 為本匣貫竊 半個月內 第二次犯案 專挑停車不拔鑰匙的車輛下手 其實這輛輕型機車 5號停在高雄 林雅區正義路 原本是核心男子 要借給越南籍嫂子的 把車停在外面 沒把走鑰匙 被18歲裝型男子盯上 直接偷騎走 還騎了7公里以上 只為了到瑞峰夜市 一連買了5杯飲料 警方迅速鎖定竊賊 就是因為他在半個月前 也偷過機車 戴著耳機的裝型竊賢 顧著玩手機 根本無視警方 8月21號 也因為偷走 沒把鑰匙的機車 被警方給逮到 事隔半個月 又因為腳踏車壞掉 照樣偷走別人的車 看來還是沒學到教訓 警方依照竊盜現刑犯 移送地檢署偵辦 TVBS新聞實際 紅宋家娟高雄報導